單超多的 平常一個小時大概單單左右 今天大概可以到五單到六單 天氣好冷 叫外送的人變多 跑單的人減少 有些平台還有天冷家計 讓出勤的外送員業績變更好 一小時單多一倍不是問題 像是公館商圈 食物飲料店家多 明明應該有很多外送員在等 卻因為天冷雨大就不想出班 會還會多一點 大概多一小時大概有五張 是因為天氣冷 天氣冷下雨 外送員比較少 直說錢要賺 但保暖工作也得準備 外送員說 汽車最怕風 脖子保暖 基本的發熱衣戴手套 外套也很重要 像是防風不透水 熱氣出不來更保暖 如果真的超怕冷 可以再塞幾個暖暖包在衣服裡 其中環球來報到 在外頭還是需要備個暖暖包吧 但一般造型有點普通 現在有越來越多可愛造型 甚至還跟卡通圖案做聯名 先不管貼是臥室 可愛還是比較重要 暖暖包也要比卡娃威 像是角落生物 今天想帶哪個角色都可以 還有Hello Kitty 蠟筆小新 迪士尼可愛圖案 業者以Q萌造型來搶試 因為天氣這兩年來都很不一定嘛 所以導致於就是保暖商品都有增加那個市場的需求 所以應該是說針對這個商品 大家有在推陳出行去刺激買氣 只是說暖暖包裡面的鐵粉 也因為通貨膨脹跟著漲 以24小時蓄熱款為例 原先每袋促銷價能壓到百元以內 現在一包就要140到150元貴了五成 畢竟進口鐵渣漲幅達到一成以上 但這些冬天裡的防寒神器 抗漲可以靠業者抗寒 就得依靠消費者自己選擇 TVBS 余生安靈一台報導